Yo!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KinsonTube这个频道 今天又来到我介绍LEGO的新一集 今天要介绍的LEGO就是这些 我介绍的就是这些 我将这里分成两批介绍 一批就是这里三只 另外一批就是这三只 首先来看看这三只 这三只的推出日期是2020年1月1日 如果想看我这一只IMA的介绍 就可以看之前的Hookbuster影片 先把这一只先收起来 现在就介绍这一只蜘蛛盒 这一只蜘蛛盒的编号就是76146 它的设计就是基于卡通片版的蜘蛛盒来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都会比较鲜艳 它是红色和蓝色都是比较浅色的 和平时买Maffle系列的蜘蛛盒就有点不同 拿个人仔出来看看 只要这样打开就可以拿到个人仔出来 这个人仔就是这个卡通片或者漫画的设计 看到它的颜色和线条都比较突出一点 那就是来看看这个蜘蛛盒的机客人 这个机客人的肩头就有两个蜘蛛网 然后它的肩头、手背和脚掌都是用贴纸贴的 它身后就有个自己的印象 就是这个Spiderman的logo 然后它背部这个位置就是蜘蛛的脚 它就把蜘蛛的脚变成背包 然后手掌这个位置 它这里有个位置可以放蜘蛛网进去 就可以做到一个射蜘蛛网出来的动作 我自己就认为这只蜘蛛盒 就不是很显得出蜘蛛盒的灵活度 反而有些笨重 因为它的肩头和脚都有一些粗 再加上有个背包 那么大 就看上去有些笨重 所以就没那么灵活了 那来看看下一只 那下一只要介绍就是这只FANOS的机客人 那这只FANOS的机客人的偏好就是76141 那全部机客人都是一样的 只要打开它的胸口 就可以拔着人仔出来的 那它的人仔就是这个FANOS的细版 那你看到它戴着有金色头盔 那除了头盔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FANOS的样子 也有着着战斗的那套夹 那再来看看它的机客人 那FANOS的机客人最重要 就是它左手的这个无限手套 那你看到它无限手套上面 都是有六粒宝石的 然后就讲讲帖子的部分 它有两个老鼠仔 和这个大腿位都是帖子来的 然后它胸口也是一个自己的细版 就是做一件夹出来的 那你看到它的脚就比较粗 那就可以看得出它是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人 而这样做呢 亦都可以更加显得出FANOS平时的霸气 那站在这里就已经很帅了 那时隔一年呢 Nego就在2021年的1月1号 就出了这三部机客人 分别就是这个美国队长 雷神和这个Miles蜘蛛盒 那首先来看看美国队长 那这只美国队长的机客人的偏好就是76168 那美国队长也是可以这样拿一只人仔出来的 那他的人仔呢 就是他平时穿出来战斗那套衣服 那除了这个头盔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边面呢 就印有这个牛皮的大头盔固的位置 然后这边面呢 就比较严肃的 那第二边面呢 就在这里笑着 就是他平时脱了头盔之后的样子 那来介绍一下他部机客人 那他这部机客人的胸口呢 就印有这个美国队长最标志性的盾牌 然后他脚背这个位置呢 就是被你拿着美国队长出来之后呢 就被他拿着盾牌出来 然后大家都见到啦 他背着呢 是背着一个很大的盾牌的 那他的盾牌呢 是可以摆在手里的 他这个位置 那只要呢 把盾牌出来 然后再吸回上去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我觉得呢 就把盾牌摆在前面呢 就是有型点的 就可以摆一些 挡住或者攻击人的姿勢 那是都很有型 那这部机客人呢 就是没有任何贴纸的部分 那就来看一下下一只啦 那下一只要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雷神的机客人 这个雷神的机客人呢 的偏好呢 就是76169 同样都是可以这样 拿着人仔出来的 那这只雷神的人仔呢 他套衣服呢 就跟2020年推出的 所有雷神呢 都是一样样的 然后他面呢 除了头盔出来之后呢 他一边呢 就是正常在笑的样子 另外一面呢 就是他在发电的样子 那带回头盔了 而他的头盔呢 虽然这次的帽子呢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其实他的颜色呢 就已经是转了不同颜色的了 那相对比以前的呢 就浅色了少少 那我也觉得 放在这部机客人身上呢 看来是好看点的 那雷神的机客人身后呢 就print了雷神平时的 衣服上面那些 圆圈 银色的那些波波 而他后面这个位呢 就用了全红色 那看起来呢 就有点像 他平时的帽子的样子 然后同样啦 他左脚的小腿这个位呢 就是放了这个雷神的鎚 那就是给雷神离开的机客人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这里拿了一个鎚 来用了 而且雷神他本身有一个鎚 那他的机客人又怎样可以没有鎚呢 那他的鎚呢 只要这样打开手指 然后拔出来呢 就是的了 那在他的鎚上面呢 就有五张贴纸 分别呢 就是他的鎚的一些纹理的贴纸 然后呢 就是他的电效果的贴纸 那就把鎚上去了 那雷神这部机客人身上呢 就有两个部分有贴纸 分别呢 就是他的肩头 和他的腰的肩头的 肩头的一个贴纸 他后面这个位置呢 就是有少少红色的 那就看起来好像是连着一件袍 那样 他呢 就和Fanos一样 那他的脚呢 就比较粗的 那站在这里呢 也是显得比较霸气的 那就再来下一只了 最后一只要介绍呢 就是Miles 那这个版本的蜘蛛盒的编号呢 就是76171 那Miles同样呢 都是可以这样拿着人仔出来的 那原本这一盒呢 这一根根的Miles呢 就是这样的 就和他在卡通电影里面的样子呢 就比较相似 那他就是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 然后他外套后面这个位呢 就印有这个Miles的蜘蛛盒的样子 那他脱了顶帽子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一只Miles的头呢 和这一只Miles的头呢 是有点不同的 那分别呢 就是他后面这个位 由这一只红色变成这一只灰色 还有他前面的样子呢 都是由红色变成灰色的 那这个Miles蜘蛛盒的颜色配搭 就是这个红色和黑色的 那就和这个Miles蜘蛛盒是一模一样的啦 那同样呢 他这一部机器人的胸口呢 就是他这一只蜘蛛盒的版本的胸口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版本的蜘蛛盒呢 他的蜘蛛网呢 全部都是蓝色的透明件 那又对应了 其实里面的Miles呢 是会噴一些发电的蜘蛛网出来的 那他身上呢 都有很多蓝色蜘蛛网的一件 分别是他左手的手背 然后他两边的肩膀的后面 还有他的背脊 还有他小腿这个膝头的关节位 那他呢就只在右手的手掌上面呢 就做了这个可以噴蜘蛛网出来的动作 那这个蜘蛛入机器人呢 他的手手脚脚就比较右了 那就可以看得出他的灵活度了 而唯一一样我想说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脚脚就比较窄了 那看上去呢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看的 不过机器人来说就算OK的 我觉得这个 那我今次的LEGO介绍呢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呢 就记得要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欢我这个channel的话呢 就记得要按subscribe啦 如果想第一时间收到我出片的通知的话呢 就记得要按subscribe旁边的链链啦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啦 bye